林口区公所在立法委员洪孟凯的媒合下 连续五年获得国保集团北海辅佐捐赠千份普渡物资 用于区内的弱势家庭仿式关怀 经在立法委员及里长的见证下办理捐赠仪式 后续将透过区公所邻里系统等管道送到有需要的民众手上 这些祭品我们原来都是用蔬食 就是一些菜饭 那我们把它改成这些就是我们生活都用得到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物资 我想这样的改变对一些传统祭拜的观念 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跟创新 里面的每一个物资都还是大品牌 都还是我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的好品牌 所以这一箱的这个价值有可能到四五百块 一千五百箱看起来加起来就是七十五万 但是金额的多寡不是重点 重点是能够有我们博宝集团北海福座 每年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善心这样的一举 持续的照顾回馈乡里 我想这才是最佳男人可贵 立法委员洪孟凯对北海福座 长期关怀弱势表示肯定与感谢 尤其对企业将供品从收拾调整为干货 一例容易保存的采米油盐物资取代 将更有力将物资提供给需要的民众 一年四大节日我们的委员立委都非常的关心 我们各个选区地方上的这个民生和服务上 尤其是在这样的爱心上面的这个促进和媒合 每一年在这个世界都帮我们媒合出这些这个资源 可以给需要的人 这样子爱心用在需要人的身上 这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的一件事 区长廖武辉表示 公所将结合各里的李林长 及时发放给需要关怀的对象 另外也会转正区内的社会福利团体 进行后续的访试关怀运用 希望透过这次活动将祝福与关心 挹注到社会各个角落 记者胡宇轩领口采访报道